宅在家钻研美食成为疫情期间的信封上 近日 石家庄铁道大学四方学院将在线上课与居家劳动紧密结合 邀同学们花式修厨艺 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子们纷纷亮出了自己的绝招 开启了一场美食之旅 这个活动的最初发起 是我们有辅导员在网络上号召他自己所带的学生 展示家乡的这个饮食文化 鼓励同学们做一些家乡菜来展示交流 我们收到了很多的劳动作品 从作品可以看得出来 学生用心做了 很有家乡味 可以说一道菜就是一种文化 新疆的大盘鸡 北方的饺子 西安的油泼面 山西的油炸糕 学生们来自天南地北 虽然间隔万水千山 但是通过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 传递了家乡菜的传统文化气息 很多学生对自己的成果很满意 同学们直接在网络上互相点赞 都受到了感染 因为很多同学都反映自己 通过这些劳动 身体也得到了锻炼 家长的反响更好 有些家长都感动得哭了 对自己的孩子的行为感到非常的欣慰 湖北籍学生何焦阳说 从春节以来 在居家抗议的日子里 他最开心的事就是与父母一起做饭 在他看来 给家人做饭非常有成就感 对此 刘潘红也有同样的感受 这次疫情让我陪伴了我的家人许久 我父母现在已经开始复工上班了 所以每天我想完课以后 我父母还没有回来的时候 我都会选择提前做好饭 等着他们回来 而且我觉得给家人做饭 是一件让人非常幸福的事情 这次的宅家美食分享活动 让不少学生的厨艺快速飙升 在此过程中 有不少的学生喜欢上了摄影 王丽华就是其中之一 为了更好的记录生活 他开始拍起了Vlog 课少的时候 我会自己去买菜做饭 自己动手会非常有成就感 这次学校组织的活动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增强了同学们的动手能力 也使我们的亲子关系更加亲密